影片快转连结在置顶留言里 中文字幕开不开都一样哦 打玛丽亚 很简单 先看角色面板 等级111 装两个爪印符文 技术50 武器加十月光之剑 进场先吃一颗怪兽雪丸 躲过攻击之后插他两下 绕他左手贴后面可以一直插一直爽 插到他血量快掉到60%时 引他出招 然后枪反 在怪兽雪丸的渔威下 他第二第三阶段的招式完全没有机会放出来就死掉了 兽性只累积到200左右 面板攻击力提升大约1.4倍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强 没有挑战性 接下来换不吃兽丸的打法 第一阶段随便你要怎么玩弄他 重点是他血量快掉到60%的时候 用枪反做一波伤害 比方说现在刺他一下 把血量调整到接近60% 然后枪反 趁他自残的时候 摸他两下 把他的血量调整到接近30% 他第二阶段很浪 随便射都能让他受惊 然后他只能在残血的状态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 接下来破解两个招式 他的飞天雪爆斩 绕到他背后或跑很远就不会被炸到 灵式牙通犬要斩 在他快射出来时打一枪就可以内爆了 其他招式没研究 然后第三阶段招式太麻烦 你吃饱太咸再放水让他进三阶 然后自己慢慢研究 打完玛丽亚后可以在地上捡到星象盘 灵式商店会新增玛丽亚猎人套装 跟人偶对话 他会说自己好像解脱了 Hunter this may sound strange but have I somehow changed moments ago from some place perhaps deep within I sensed a liberation from heavy shackles not that I would know how passing strange 之后建议装备如草符纹 然后到星辰塔使用星象盘解锁通道 跟路上碎碎面的愚人对话 他会给你受诅咒的混合体 然后开启小鱼村的传点 以上 咕狗姐姐配音881 881 2 3 3 5 6 5 6 5 6 7 7 7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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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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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